2023年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 李子佳的首轮对手是来自中国的温洪阳 这将是他们的第二次交手 他们仅在2022年的亚洲锦标赛上交手过一次 那场比赛 李子佳完全压制住了温洪阳 在首局更是直接轰出11比1的夸张比分 本期视频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比赛情境 分析一下这次新加坡公开赛谁的胜算更大 开局 李子佳的进攻就打出来 头顶杀直线 拿下了第一分 进内球 李子佳一上来就连得4分 想到一个不错的开局 李子佳提出口仗 哎哟 讲 哎呀下来不 李子佳往前的扑杀出界 翁洪阳拿到自己的第一分 底分来到了9比1 分差有些大了 挥球出界 李子佳直接轰出 一波11比1结束上半段 完全掌控了场上的局势 还是打打多拍 接外球 李子佳的进攻非常凶猛 温洪阳的防守又正好是短板 打得非常的被动 也是慢热心选手 嗯 其实几场比赛看他技能优势 都卖三局多一点 这位 能力太强了 漂亮 温洪阳往前的抢攻追回一分 抓机会的能力很不错 这一机会 好球 都空中往前啊 赶紧打往前 哎呦 嗯 嗯 你跟队上最往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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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速度非常的快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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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这个出的也不要 往前的扑杀 李子佳以二十比十拿到了十个局点 哦 奇怪了 嗯 翁洪阳挑后场出界 李子佳以二十一比十一 轻松拿下第一局 这一局李子佳完全压制住了翁洪阳 哇 哇 撤票了 那好吧 现在对方是我们拉开架子 随后两人的比分开始交替上升 那儿是把达斯座里的李公伟的接班人 是是 来 有 哎进内吧 漂亮 漂亮 这个还可以进来了 嗯 比分也来到了7比7平 哦 哦 这个 哇 这个好球啊 极限救急盘 漂亮 这个先分得快了 漂亮 好球 两人进入了对攻博士 不断地在杀球 打得非常的精彩 分差也始终拉不开 好球 哎 这排没有点 漂亮 漂亮 嗯 哦 十一里 抓到了 离子加零星 一分机总 拒绝 拒绝 嗯 这次对这个直线 有所防范啊 嗯 漂亮 漂亮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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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子加往前球的控制 打出去也多拍 离子加 这段时间失误也增加了 好球 好球 哇 哇 往前快速对攻 还是离子加的速度更快 再拿一分 嗯 嗯 应该比对方准备的更充分 是是 但这几次的对抗中呢 都是被这个离子加 好 好 好 推的直线 推的非常实 漂亮 好球 漂亮 出界 放起来 放起来 连续的快攻 离子加猫动速度非常快 打得也很连快 温红仰放得很艰难 好 啊 第二套往前 我 我 这些差完了 这个就是 你 可以到的啊 这个转 哦 我好球 离子加一二十比 十七拿到了三个赛点 离子加拿了 漂亮 漂亮 继续连续推后他 还漂亮 再追一分 哇 温红阳就回两个赛点之后 离子加没有再与击 往前的抢攻直接拿下最后一分 最终以二十一比十九 获得第二局的胜利 大比分二比零 战胜了温红阳 总观整场比赛 李子加的实力还是强一些 李子加的进攻对温红阳有非常大的威胁 温红阳应该要加强一下防守 多跟李子加打打往前球 获胜的几率也许会大大增加 球迷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